LinuxMeet安装 现在要为各位介绍的是LinuxMeet第17版的安装方式 如果你从官网下载LinuxMeet ISO档的话 可以依照我们之前的单元 先把它稍录到随身碟里面去 然后呢由随身碟开机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环境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LinuxMeet安装到我们的硬碟呢 可以直接到桌面上点选Install LinuxMeet 好快点两下 好选择语言 我们往下拉 选择中文繁体 好点选继续 好这个是提醒你的电脑空间还没有连到网机网络 我们直接跳过去继续 好那它可以侦测出我电脑里面已经有一颗硬碟 就是SDA 那它会问你要不要先下载 好那我们给它都按是 好那这台电脑的硬碟呢 目前已经有装了一个Windows系统 还有一个Linux系统 好那你可以选择用LinuxMeet把它安装在一起 那它要会去自动找出没有配置的分割区 那目前我的电脑硬碟里面的分割区都已经使用完了 那我就使用其他 我去手动指定一个分割区来放我这个新安装的LinuxMeet 好选这个其他 好如果你要更详细的知道有关于硬碟分割区 你可以看之前的单元有关Geparty的操作 好我们点其他继续 好那在我这个硬碟里面呢 第一颗SDA1分割区跟第二个分割区呢 都是Windows的系统 MTFS那第七个分割区呢 是已经安装好的LinuxMeet第17版的 那第六个分割区呢 是之前我在这个硬碟里面安装的另外一个版本的LinuxMeet Debian的版本 那我可以把这个第六个我要把它做个变更 我这个分割区不要了 好那我怎么去操作 把我这个LinuxMeet安装到这个第六个分割区呢 好我已经很确定这个不要了 那我按Change 好先选择第六个分割区Change 好那问你的大小我们都不用动 好用途呢 我们改成 好你可以指定XT4 好点选格式化分割区 好要用格式化 不然他会把旧的资料保留 好挂载点一律用斜线 代表在根目录底下 好我们刚做的变动就是 第一个选择我不要的分割区 来进行安装LinuxMeet 然后呢选好之后呢按Change 然后大小不用变动 好用途呢给他指定一个档案系统 XT4 然后格式化这个分割区要选择 好挂载点 选第一个分割目录的意思 好确定 好我们继续 好我们立刻安装 好地点台北 好键排排列方式 我们一样都不用变动 选汉语 好那名称呢 你可以自己选取 那如果这边用简单ABC 密码呢 我用1234 但是如果是在你的电脑里面的话 名称跟密码就不要那么简单 好我们选择自动登录的方式 好继续 好那 在安装的过程大概3到5分钟 就会完成安装 好那 安装好之后呢 会建议你重新开机 好那就为各位介绍到这边 安装的方式非常简单